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业厨师亲自传授正宗饮料制作秘诀 俄罗斯传统节日庆祝娱乐之时 美味饮品蜂蜜酒绝不可少 当我们在俄罗斯旅行的时候 当然想要完全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中去 到处游览 到处品尝美食 当然也要包括传统饮品 在俄罗斯如果要问起什么饮品最流行 毫无疑问人们一定会回答格瓦斯 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生产格瓦斯的工厂 对比一下古代和现代是如何制作和生产格瓦斯的吧 我们的游览从格瓦斯出现的历史开始了解 现在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器具 这些都是古代时候生产格瓦斯会用到的工具 此外这里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杯子 用来盛装饮料 非常地美丽 从很多个世纪之前一直到现在都是用什么原料来制作格瓦斯的呢 最主要的也是最基础的原料就是古粒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黑麦的子粒 因为黑麦包含大量的维他命 人们将古粒进行长时间的烘烤 然后用经过烘烤的古粒酿制麦芽汁 最后就产生了这种世界文明的深褐色的传统饮料格瓦斯 因为加入了酵母粉 所以就出现了味道微酸的带气的格瓦斯 当然也可以在格瓦斯里面加入一些蜂蜜 香料等 这是为了使这种传统的俄罗斯饮料具有更丰富的口味 当格瓦斯的制作初步完成后 要将格瓦斯倒进这样的木制桶里 然后再用木塞紧紧地将开口处密封 并将木桶放置在阴凉处储存起来 格瓦斯在这里酿制上几天的时间 一般要酿制一周左右 当格瓦斯完全酿好后 人们早就已经等不及要尝一尝了 但是要打开这个木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因为木塞塞得很紧 怎么样才能够将木塞取出来呢 这时候就必须要使用这种专门的木锤 用木锤在桶的底部的固定的一个地方敲击一下 塞子就会自行掉出来 带有气泡的格瓦斯就会从开口处流出 进入这样的容器里 人们就开始一个个地品尝格瓦斯 人们都喜欢用它来款待客人 这是真正的节日的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喜欢喝格瓦斯了 当我们去乡下别墅时 一定会卖很多的格瓦斯来喝 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 我非常地喜欢这次参观 也喜欢喝格瓦斯 它非常好喝 对身体也非常有益 我很喜欢 与古代时候生产格瓦斯的方式相比 现代的格瓦斯生产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完全是非常现代化和自动化的生产了 现在就一起去看一看先进的生产过程吧 在这些容器内 酵母正在发生作用 我们可以从满芽之中得到最美味的克瓦斯 在我头部上方有很多容器非常大的桶 在里面装着克瓦斯的总量 可以够整个城市所有人享用 这些桶沾满了整个车间 高度达24米 这里一共有9个高度不一的桶 在这些桶里正在生产克瓦斯 酵母是任何一种克瓦斯饮料美味的秘诀 它用非常神奇的方式发生作用 特别是酵母卫生物和乳酸菌的混合物 同一时间在脉压之中进行两种过程 然后我们就能得到我们在夏天喜欢的气泡预料 在我们刚刚没有参观的车间是无人车间 因为设备是完全自动化的 尽量减少人工的参与 在车间的操控室中有电脑进行指挥 接收信号 检查整个程序 也因此克瓦斯质量是最高的 是我们期待的口感 在工厂里生产过程非常的自动化和现代化 要用这样的技术在家里制作克瓦斯 简直是无法实现的 就连设备的一角可能也放不下 但这也不是什么难题 在家里自然有家里的做法 现在就在专业厨师的指挥下 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俄罗斯餐厅 在传授制作饮料之前 我们的厨师阿里克谢 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传统饮料浆果汁 浆果汁这种饮品是从拜占庭传过来的 并且到现在为止 一直是我们喜欢的饮品之一 浆果汁通常用浆果制作而成 比如酸果蔓 马铃果 越居果等 平时我们都喜欢在商场或者是商店里 去买我们喜欢的俄罗斯的传统饮料 那今天呢 大家看到我现在已经穿戴整齐 马上要和我们的大师傅一起 来制作俄罗斯的传统饮料 格瓦斯和姜果汁 有请 现在开始 要制作姜果汁 需要准备新鲜的酸果蔓和砂糖 喀加将一半的酸果蔓倒入盒子里 现在呢 要倒一半的这个姜果进去 现在我们巷里面加糖 一半 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拿来开水 把开水倒进去 为了使酸果蔓变软 接下来我们取来粉碎器 打碎酸果蔓 要完全打碎 不要留下完成的果粒 现在酸果蔓和糖已经完全融合了 我们可以把酸果蔓倒进开水里 倒进去 把剩下的糖倒入姜果汁中 为了让姜果汁能够更加粘稠 我们把一部分酸果蔓在盒子里打碎 而另一部分整个倒进姜果汁中 现在我们的姜果汁将变得非常稠密 并且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等到果汁沸腾 然后放置一旁晾制 我们的姜果汁就完成了 喀家现在我们要制作传统的俄罗斯饮品科瓦斯 首先我们拿来黑麦面包 把它放进兔盘里 现在我们把面包放进烤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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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至十分钟 我们把烤过的面包放进开水中 我们把烤过的面包放进开水中 我们把面包放进烤箱 我们把面包放进烤箱 现在我们向锅中加入糖 撒糖 我们拿一个搅拌器 均匀地搅拌可瓦斯 让可瓦斯冷却到60度 为了让可瓦斯出现气泡 最好放置让它发酵 在里面加上一些酵母粉 现在我们向几乎完成的可瓦斯里加入葡萄干 现在我们把可瓦斯放置24个小时 为了能让它酿制和发酵 这就做成了正宫的俄罗斯饮品 克瓦斯了 虽然还没有做好 还要等上一夜的时间 但是现在的味道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 除了格瓦斯和姜果汁 这两种已经文明世界的俄罗斯传统饮品外 在俄罗斯还有很多非常受欢迎的饮品 其中被认为最有益健康的饮品 就是蜂蜜饮料 因为主要原料是蜂蜜 味道和营养价值自是不必多说 此外也是节日必备的饮品 在俄罗斯这些传统饮料 可以在很多地方购买得到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庆祝节日之际 广场上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广场边上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小铺子 专门叫卖传统饮料 蜜酒和热蜜水是传统的斯拉夫饮料 在罗斯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 热蜜水按照制作的原料来说 应该叫做蜂蜜啤酒 而蜜酒则应该叫做蜂蜜红酒 首先要煮至麦芽汁 然后进行发酵 这两种饮品的主要原料都是蜂蜜 然后加入苹果汁 马铃果汁 酸果蔓汁 然后就形成了非常美味的饮品 热蜜水是低度的酒精饮料 口味有里子味的 酸果蔓味的 我们现在正在卖的 就是蜜糖口味的 蜜酒的种类也很多 可以加苹果汁 桂皮和生姜 还可以加刺柏和百里香等原料产品 有酿汁的蜜酒 也有主汁的蜜酒 酿汁的做法是将蜂蜜用水融开 然后加入酒酵母 然后就得到了酿汁的蜜酒 主汁的蜜酒则是先把水加热 然后把蜂蜜加入进去 再加入果汁或者香料 就得到了自然发酵的蜜酒 一般都储存在桶里 像这样的项目中 在看过我们的节目后 您是不是也想买上几瓶 俄罗斯的传统饮品 好好品尝一下 当然在空闲的时候 行动起来 自己动手制作一下传统的饮品 也是个不错的休闲方式 您正在收看的是 这就是俄罗斯 我是程潇雨 我们会为您送上一切有关 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资讯 在节目的最后 我会像往常一样 我会像往常一样 到最后 这是俄罗斯